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3年10月5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申请美国签证大致分为三种人 第一种就是叫六边形战士 就是条件非常优秀的 包括户口、学历、工作、收入、资产、出境记录都非常好的 这种不用说 除非你在申请美签过程当中犯下了什么离谱的错误 或者你就被中介坑了 在你的DS160上乱填一气 这个淘宝是重灾区 收你几百块钱给你随便填一填就提交了 除了这些低级错误以外 基本上六边形战士都是能够过的 甚至有的就问一两个问题就秒过了 比如说你去美国干什么 去旅游 然后就恭喜你过了 就这样也是有的 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叫要啥啥没有 没车没房 没工作或者没有好工作 单身大龄 护照百本 那这个呢就是大多是看运气了 通常呢是会拒签的 但是呢也有运气爆棚能过的啊 小红书有一些类似的分享 像是百本啊 大龄 但是女性啊之类的啊 也能够通过的 那这种属于运气比较好 可能签论官呢 心情特别好给你过了 或者呢侧影之心发动啊 给你过了 或者呢就是纯是属于运势 该到了拿到每签的程度了 你就过了啊 这种呢就属于过是小概率事件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以上这两种条件特别好和特别不好的呢 并不需要太关注 关键呢就属于中间那层 条件是中间的啊 不上不下 有长版也有短版 可以说申请每签呢 跳一跳 或者正常发挥呢 你就能拿到每签 那如果你蹲一蹲啊 或者发挥失常呢 拒签也比较合理 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属于中间那一层的啊 属于中不溜秋那一层的 那既然选择了去申请每签呢 最好是不要有躺平的心态 你要是敢躺平呢 签讯官就敢拒签你啊 至少呢躺平的话 你是自己放弃了一部分的机会 和一部分的成功的概率吧 我觉得中间层啊 申请每签关键呢 在于发挥和事前的准备 这个发挥呢又分为两块啊 一个是DS160表格的发挥 还有一块呢 就是面签的发挥 那事前的准备呢 就是老生长谈了 最有效的准备呢 就是刷你的出境记录 你反正尽量多去一些国家 国家去的越多呢 对于你的每签通过率是帮助越大的 那如果户口处于敏感地区的呢 最好能够签到别的城市啊 签到不那么敏感的地方 一二线城市为家 或者呢 你比如说没有工作 或者工作不稳定的 找一个比较稳定的 好一点的工作 或者呢 你比如说准备足够的资产证明 包括你的房产 你的存款之类的啊 总归是提供一些 让签证官能够给你 每签的一个理由吧 至少要说得过去的理由 那这些事前准备呢 无非是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啊 付出多少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那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发挥的问题啊 DS160表格的发挥呢 就是你一定要确认 你在表格里填写了什么 如果是通过中介 或者签证代理填写的DS160呢 你一定要确认过这个表格的底稿 最好确认完内容呢 再上传 要保证其中的内容无误 尤其是关键的信息啊 比如说像你的最高学历 你的工作内容 你的出境记录 有没有填写准确 有没有填写完整 比如说有的人啊 这个表格里面工作就写当前的工作 比如说2021年入职的 现在的工作就写了这一个 那以前的工作呢 就写没有 DS160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你有没有以前的工作 有的人就泛缆或者中介啊 就泛缆 比如说像淘宝填写这个美前的中介 泛缆 他就不填了 就写个no 那这样的话 签证官看 哦 那你就2021年开始工作 以前都是没有工作的咯 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利的点 不要泛缆 过去有工作的 把它填写完整 比如说你现在是2021年入职的 你前面一份工作做了5年 再前面一份工作做了7年 那你把这个全部填上去 让这个时间段啊 这个period都是完整的 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空白期 或者空窗期 你说你可以去gap 但没人去gap个好几年 十几年 这个就不太平常了 对吧 工作一定要填写完整 不要留出大段的gap 那有的人呢 在最高学历上面没有写清楚啊 比如说你学校名字是写了 专业是写了 但是你没有写 你的这个学历到底是博士 还是硕士 还是本科 还是专科 那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你是doctor 是master 是bachelor 还是college 这个区别是很大 有人没写 那你在专业上面 你可以写上 比如说你是硕士学历 可以写上master degree of mathematics 或者master degree of computer science 你是master还是bachelor 还是college 区别很大 那如果不写的话 签证官就不清楚嘛 他如果问你还好 他索性不问呢 对于你的这个优势啊 你比如说本身就是高学历的优势 就没有体现出来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那比如说你的出境记录啊 你有出境记录的香港澳门台湾啊 这些都是地区啊 但是属于境外 你也可以填写的 去过哪些国家最好都写权了 有的人就是出境国家比较多啊 就懒得写权就挑着写 比如说你去过欧洲深根国家 去了很多国家啊 法德 伊瑞 这些国家都去过的 结果呢 你觉得上面没有入境章的 我就不写了 我就写入境的国家 比如说从法国巴黎入境 就写上法国 实际你去过德国 意大利 瑞士 丹麦 芬兰 瑞典 这些国家你都去过 你没写 那你就等于是 把自己的出境记录给缩减了 非常多了 那你出境记录写的少呢 你通过概率就低 还有呢 就是要写的准确啊 就比如说有人去过塞班岛的 觉得塞班岛是美国的一部分 那我出境记录就写United States 可不可以呢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在出境记录 这个选择栏上面 它有一栏写的是 叫北马里亚纳群岛 Northern Mariana Island 你如果光去的是塞班岛的 你应该是选择这一栏的 注意不要选错了 如果签证官比较大度还好 如果不是特别大度 他就会问你 你去的是美国哪里 哪个州 你结果跟他说 我去的是塞班岛 但你这个表格实际上 就填写的是不对的 他以这个理由去签你 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是你自己填错了 对吧 还有就是你赴美计划 你要写的合理 我见过有人写了 去美国去一个礼拜 但是要访问的城市 东海岸西海岸 夏威夷 阿拉斯加都给写上了 这明显是不太合理的行程 那你到处飞这个时间 根本赶不上的 对吧 如果你要去那么多的地方 你至少要留三到四周的时间 才比较合理 或者有人 比如说写在美国 要待三五个月的时间 这个都不是一个合理 寻常的赴美的旅游行程 有可能你比如说去探亲 你待三五个月 还算是合理的 去旅个游 正常人都不会待三五个月的 那这个就属于是不合理的 需要额外解释的 那甚至有的时候 你写的不合理 签证官没有问 你都没有机会去解释的 那就更麻烦了 有可能直接就因为 你这个赴美计划不合理 而举签你了 那说完DS160的发挥 再说一下面签的发挥 那这个就更加讲究了 签证官在面签当中呢 也在观察你 也在匹配你 什么叫匹配你呢 就是匹配你是否和 在DS160上展现出来的形象一致 比如说你在DS160上 你展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商务精英的形象 结果你就穿着很休闲的 很casual的就来了 和你DS160上展示的形象完全不匹配 比如说你在DS160上写的 你是个学生党 你还在就读 你还是学生 结果呢 你穿的像是在混夜店的那种啊 那就是不匹配了 比如说呢 你写自己是自由职业啊 你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 结果呢 你的穿着 你的形象气质啊 还学生气很浓 像还没有走出社会的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匹配的 你的面签的表现和发挥呢 第一要和你的DS160展现出的形象一致 第二呢 当然也要让签证官相信 你不会黑在美国 有一个江湖传言啊 签证结果 你的美签结果 在DS160填写完上传以后呢 已经注定了 签证官呢 就瞄眼啊 面签其实就是走个过场 这里我可以很负责 很肯定的告诉你 绝对是胡扯 为什么 因为我见过无数这样的案例啊 就比如说条件好的 但是呢在面签的时候 没绷住啊 回答走行了 表现走行了 结果被拒签了 也有的呢 就是条件比较一般的 签证官呢 眼看眼看就要拒签了 打算就要拒签了 结果呢 凭着他本人比较高超的 临场反应和语言艺术呢 又给翻盘了 签证官本来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然后呢 通过一系列的画术和现场的一个表现啊 又把这个不利的形式给搬过来了 签证官最后给通过了美签了 所以说呢如果你的美签结果是在DS160 填完以后就已经注定了呢 第一面签 那就可以取消了 第二我前面说的翻盘 或者表现失常导致拒签呢 就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千万要重视面签 这可能是你摆脱硬实力 硬条件这个羁绊啊 尤其是当你条件一般的时候 摆脱这个羁绊 唯一的机会 是你唯一逆袭的机会 这个话是说给条件中等偏下的人群听的啊 要重视面签 总而言之呢 在申请美签当中啊 中部琉球的人群 当然是占绝大多数啊 是占比最高的 也是最需要重视美签的人群 那你重视了 好好准备了 你的通过率呢 就会更高 好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瓦努阿图绿卡 瓦努阿图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瓦努阿图呢 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 提供一个低成本 快速的海外永居卡 绿卡的申请通道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联络罗宾大叔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